是太陽的導演之一的Gasumi 他當然就是之二這樣 然後我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會有太陽的孩子這部電影 剛剛其實有人分享到一部紀錄片 那部紀錄片叫海盜米的願望 然後就是我本人 我從都市回去鄉下 回去部落之後拍的第一部作品 那他就是真實的在紀錄我的母親 他在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跟在他旁邊把他拍了下來 那其實剛開始並不是 我並沒有目的性的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而是純粹的讓我自己 因為其實我離這個文化這個學 這個血統已經很久了 我夯化的很嚴重 我幾乎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不會承認我是原住民 因為小時候來到我以前住台南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住台南 住到了當兵 退伍之後 我才回去花蓮 這中間沒有 那我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我當時小時候去 如果我是 我的身份暴露了 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我是原住民 我就沒有朋友 然後我就會很容易跟他們起衝突 那我其實是一個很不喜歡輸的一個小孩子 所以我常常跟他們 跟他們打架啊 小時候啦 那我覺得不能一直打下去啊 那怎麼辦呢 我只能跟他們變得跟他們一樣 什麼一樣呢 講跟他們一樣的話 然後做跟他們一樣的事 那久而久之我就變跟他們一模一樣 那換來的是什麼 我忘了我從哪裡來 對 我忘了我是一個原住民 我忘了我原本的名字 對 然後別人問我我也不會承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在電影裡面有一個很大的 是我們講的一個很大的 一個精神啊 就是說這個社會常常灌輸我們 我們要變成誰 變成怎麼樣的人 變成怎麼樣的人 但是他從來不會教你 你是誰 對 你自己是誰這樣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 對 我覺得還是啊 開心一點好了 但是 啊就是 反正就是我回去部落之後 拍了一部紀錄片 然後 我沒有目的心的拍 但是我就只是純粹的 透過攝影機在找 找我自己在跟這個部落 跟我自己身體流著在寫的 的那個距離 因為我忘了很久 那透過攝影機看 其實會看到很多 呃 我們表面上看不到的東西 你會很容易的聚焦在某件事情上面 那 當然就這樣習慣了 習慣了什麼都用鏡頭去看 其實你就會看出一些 看到很多很多 啊 你覺得很不公不義的事情 很不好的事情 那怎麼辦呢 那 就想說 欸 我在做的這樣的事情 它其實是有可能變成是一個 有機會發語權 那個叫發語權 那個叫發語權 我可以透過 我學習 我看到的東西 我轉換成影像 我給更多人看 我要告訴更多人 我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 我要告訴更多人 呃 有一些 有一些人在做怎麼樣的事情 這樣 就這樣拍了兩年之後 我剪了一個大概40分鐘的 很短很短的紀錄片 然後也是 因為我其實不是學這個影 攝影 我不是學 我不是相關科系的 我剛開始就是拿一台數位相機 就這樣拍 哪裡有什麼事情就拍 哪裡在抗議就去拍 然後自己 當然自己去 先 前提是自己先去參與啦 就是 也就是跟在第一線跟人家 那 但是後來我覺得 有時候去參與 其實 不夠 身為一個人 你有很多的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而不是只是靠行動 你當然有很多 如果你可以出一些力量 在別的地方 比方說你的專業上 你的別的 別的角度 別的 別的思考 你可以盡更多的力量 為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我呢 我就是 我就是透過攝影 透過影像的力量 去傳達我想講的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反正就是 做完了那些紀錄片之後呢 有一天跟那個 鄭友杰導演認識 就突然出現在我家裡 這樣 就是 對 我媽媽啦 因為有共同的朋友 所以 可能她先認識我母親 然後 欸 我母親知道她是一位導演 這樣子 然後 她說欸 那我兒子又在拍東西耶 那你一定很好話聊這樣 然後就把鄭友杰導演 就帶到我的家裡面 然後 那你們聊一聊我先去忙 然後就剩下我跟她 不知道要聊什麼 對 然後欸 你好 我是誰誰誰這樣 鄭友杰 喔喔鄭友杰 其實不知道 後來 反正就聊一聊 然後簡單聊 知道她為什麼來 然後她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她想要幹什麼 之後 就大概這樣子的 初次的見面 回去之後 我才跟我媽媽在Google 鄭友杰是誰這樣 然後 就一起看她的作品 然後跟我媽媽一起看她的作品 看她的訪問 欸發現 這個年輕人真的很不錯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她不是年輕人 她已經是三個小孩子的爸爸了 那是吧 反正就這樣 然後就欸 覺得欸好像 其實跟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很像 我講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知道海盜米這樣 然後知道我們在富裕提田 但其實我跟大家講 富裕提田這個計畫 一開始並不是為了重道而去做的 就是我們不是為了要 讓大家吃到這個米 而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富裕的不是 我們表面上看到的東西 我們在富裕一種價值 一種大家都忘記了的價值 忘記了我們腳下採的這塊土地 是屬於誰的 這樣子的價值 這個很重要 所以說我們 就是 我們是為了環境 為了這塊土地而做這樣的事情 那它種什麼都可以 那會種米是因為 當我們在做這樣的研究的時候 我們想要為這個土地 當 眼前的這一大片荒地 有那麼多財團想要來入侵的時候 有那麼多觀光客想要來的時候 你會想要做什麼 那當然因為我們 常常就是站在前面的那些人 但是我覺得也沒有什麼東西是 可以再植入人心一點的 而不是那麼硬的東西 那影像是一個 那我們都是創作者 我們都是曾經被影像感動過的人 那我覺得它是一種力量 我們同時又是 呃 在這個社會上有一點點小小的發語權 我們是媒體 對 媒體能做什麼改變 那我們就自己先出來做 於是就開始 開始討論 我們要拍一部電影這樣子 那 它看完了紀錄片之後 他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聯絡我 說他看完了心得 然後有一些想法 他很想跟我們聊 所以他就獨自一個人 又再一次的 坐了火車 然後搭了公車 來到港口部落 然後那天晚上 我們就一起喝了一點點酒 他就說 他就正式提出 他看完紀錄片 很感動於這個故事 他 他一直在找的是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他很想要把 這樣的事情 也沒有機會 可以拍成一部劇情長片 但是為的不是什麼 為的是讓更多人 能夠知道這樣的東西 能夠知道這個故事 能夠感動於這部電影 所以於是我們就 就開始這樣做了 因為我們的理念其實很相同 我們都是為 在為這樣的 這塊土地在做事 盡一點點 一點點 自己那麼一點點的力量 那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但是 就做吧 就是你不去試 你怎麼知道 那 的確就是做 對 嗯 對 就一開始是這樣子 這樣子 開始了 那換你了嗎 好 那也要請你 大家好 我是《太陽的孩子》的導演之二 鄭友杰 對 這部電影有兩個導演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不是有 勒尬導演的觀點的話 他絕對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他很有可能拍成一個 就是一個純粹從外來的觀點去看 然後 他可能會流於一種刻板印象 或流於一種一廂情願 就是他沒有辦法真的比較貼近 所以這部電影的很多精神都是從 勒尬導演而來 那 一開始我們合作的時候 就覺得說不能沒有這樣子的觀點 因為我們想要 我剛剛有朋友問到說 為什麼要拍攝這部電影 我們想要拍攝這部電影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部電影裡面所提到的這些東西 其實在未來的台灣會變成一個常識 那 現在還沒有 但是希望未來他可以變成常識 對 那 如果希望他變成常識的話 那 那他就必須要有一個 你知道這就是剛剛一直講到的發語權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我們的自己的教育 我們的教育 或者是我們的主流媒體 常常在這裡面 琢磨到原住民的部分有多少 甚至再進一步問 琢磨到我們自己土地的部分有多少 我們的教育 現在的教育 是不是 我 至少啦 我是66年次的 然後 我覺得我的從小到大的教育 有點像是想要把我 連根從土地拔起 想要很努力的把我從土地切割開來的感覺 這是 這是我的成長經驗 我所接受的教育的感覺是這樣的 反而是我進入了大學 有了自己的時間之後 然後開始去參加一些社團 開始 不念書 趴趴趴 才開始 欸 我才開始發現 我怎麼對自己的土地 那麼無知 當我進入到部落 就是 我大學開始 就是那時候都是旅遊啦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拍電影 那時候 當我開始進入 就是到部落去玩 然後交了一些朋友 然後有人告訴我說 在這裡發生過的事情 例如說 以港口部落為例的話 那裡曾經發生過港口事件 也有人說是近埔事件 或大港口事件 就是曾經清兵在那個地方屠殺過原住民 那這樣的事情我竟然不知道 然後這讓我覺得很羞愧 我羞愧的不是因為我是漢人 我羞愧的是因為我無知 然後我卻來到這邊遊玩 玩了遊山玩水 對 然後這樣子的經驗在很多次 很多次很多次 到不只是原住民 有的時候 例如說到客家 像到美農 你會發現就是說 我竟然對自己的家鄉 台灣的 這上面發生的事情怎麼會那麼無知 對 那 後來我拍電影嘛 所以 我就變得我沒有辦法去抱怨媒體 因為我就是媒體的一部分 所以 我與其要抱怨 我就必須要去做 對 那 要去做 那我就希望說 有別於以往就是 那個發語權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一起去做 對 它可以提供的是比較精神層面的 關於這部電影的精神層面 生活層面的東西 我可以做的是提供我的一些 比較技術方面的東西 或者是資金方面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工作人員 對 那 剛剛 我其實跳掉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 剛剛也有一個朋友問到就是說 什麼力量支撐我們拍這部電影 其實那個力量就是我當初看到海盜米的願望的時候的 那個一整個晚上 一整個觀影的過程讓我流淚的那個原因 各位可以去找看看海盜米的願望 或者是你看完太陽的孩子其實也大概可以知道那個背後的故事 我看到了 有一群人 在他的家鄉 有一群人 他們 對自己的家鄉有一個想像 因為 一開始那個地方是荒廢的 已經荒廢很久的一片土地 但他的媽媽開始在那個時候有一個想像 覺得說 我想要把它恢復成 我小時候那個樣子 一大片黃色的盜浪 有了這個想像之後 然後 有一群人就開始 團結起來 就去做 然後就去把自己的家鄉 經過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把自己的家鄉 改變成 恢復成他們 希望變成的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雖然這是 看起來是一個小的事情 看起來是一些平凡人 所做的一個小小的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精神 正是現在的台灣所需要的 所缺乏的 你把台灣看成一個大的部落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就是說 對台灣 首先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想像 希望這個台灣變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哲學星期五 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經過這樣子的討論去想像 然後 有了想像之後 我們就開始會有希望 然後有了希望之後 我們才會有勇氣 就是往那個方向去走 那 這是 我覺得這部電影 當然也不只講到這個 它還有講到很多東西 那主要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在我認識勒嘎導演之前 很多東西我都是從台北 從所謂的台北觀點 或是都市的觀點在看 那個時候我看事情都是議題 每件事情都是議題 對 那你要用議題的方式去看的時候 很容易流於一種 就是說 好像它就是有一個目的 然後解決了這個目的就解決了 但是其實 對勒嘎導演來講 我跟他開始溝通之後發現 這些事情在他的 這對他來講不是議題 是生活 是他必須每天都要面對的 就像我拍太陽的孩子 我跟他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是我拍完之後我就走了 我就離開部落 我偶爾會回去玩 但是他不是 他是住在那裡 所以他以後就是永遠 要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一定要跟他一起拍的原因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 這個我們才可以 負擔起同等的責任去 不只是面對外面 還有面對自己的部落 對 那先講到這裡好了 那我們再把那個麥克風交給俊達 大家好 我是俊達 那我有準備一份簡單的簡報 就是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其實我是台中人 然後從我大學到台北念書開始 然後從台北接觸了都市原住民的抗爭 也開始每年固定跑花東的部落 因此大量的到部落去學習 學習原住民族的觀點 學習部落的生活 那因此到現在參與台灣的原住民族社會運動 和部落的工作有七八年以上的時間了 那今天會希望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在電影《太陽的孩子》背後 所想要表達的一些原住民議題的背景 但是因為會涉及到電影的劇情和台詞 所以剛剛好像自我介紹時有些朋友還沒有看過電影 那就請如果有爆雷的地方 就請把耳朵蓋起來 好 那 不要拿近一點 OK 這樣聽得到嗎 那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是 我們的歷史課本和公民課本 通常不會在學校裡告訴我們的事情 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電影裡有一位 他的土地忽然變成公所眼中有正義的土地 那為什麼有正義? 那誰是有正義? 想簡單跟各位回顧一下這個歷史的過程 那第二點我們又看到 像比如說包括主角阿若在內 有非常多的族人必須要離開自己的長輩 離開自己的孩子 前往都市工作 那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呢 那想好好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是真的有那麼困難嗎 那所以第三點接著要看到說 原住民族好像有很多社會運動 像剛剛大家提到美麗灣 或電影裡的港口的土地抗爭 那這些社會運動到底是在抗爭什麼 為什麼我們好像平常在生活當中不太知道 而且族人不是已經擁有很多的補助了嗎 那為什麼還要走上街頭 所以希望在有限的時間內 跟大家回顧一下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首先來看看原住民族 失去土地的歷史 那我們必須要思考說 台灣的歷史只有 很多人在講的只有四百年的歷史嗎 那其實不是這樣 台灣的原住民族從六千年七千年前 就開始已經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生活 有自己的部落 甚至有部落之間的聯盟 變成國家的性質 那台灣的歷史 絕對不是只有四百年 所以其實在17世紀以前 台灣的原住民族 其實我們看到地圖上 有各個族群 包括西部有非常多的平埔族群 住在台灣的各個角落 但是後來為什麼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 慢慢的縮減 那我們要從清朝的時候開始看 清朝統治的兩百年間 其實統治的範圍一直沒有 集於台灣的全島 那只是在西部的地區不斷的開墾 不斷的侵蝕平埔族人的土地 那把平埔族人叫做熟番 意思就是比較漢話 那這個過程當中 平埔族群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但是在於我們的花東的部分 則是到了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 大家知道日本人攻打台灣 攻打台灣的排灣族人 那於是清朝才發現說 原來台灣是這麼有戰略的價值 不只日本 當時連美國都想要派兵 來佔領原住民族的土地 於是我們的歷史課本 至少在我的年紀會交到的是 我們有一個很偉大的一個清朝的官員 叫做沈寶貞 他做了一件事叫做開山斧番 好像教化了很多原住民 而且還做了很多的建設 蓋古道啊 蓋砲台啊 那在我小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聽起來 是很正常台灣歷史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其實可能很少會想到說 對於原住民的朋友來說 那如果當歷史課本上這樣寫 好像我就是一個我的祖先是野蠻人 然後要被清朝的政府去教育 怎麼樣好好的把你當人看 那這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在我們歷史課本上面 在族群上面的觀點上 做得很不好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開山斧番的政策 其實造成了清朝用大量的士兵 攻打宜蘭 攻打花蓮 攻打台東 攻打苗栗和新竹的山上 為了掌握海岸的這個利益 為了掌握山林的利益 所以包括像是我們在電影裡提到的 阿公跟史辣的孫子說 我們的祖先以前被清兵攻打 然後躲到山上去避難 其實這個背景講的大港口事件 就是發生在這樣的一個 當時的時代背景 那樣的一系列的對原住民的攻打 造成台灣族群分布空間重大的變化 如果細節有興趣可以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比較關鍵的是 到了日本的時代 日本人殖民台灣 最早其實日本人在考慮說 到底要不要殖民台灣 大家可能會聽過說 一開始日本人也考慮要把台灣 用很便宜的錢賣給法國 因為殖民台灣的這個軍隊的這個費用 實在是損耗太大了 那後來日本人會把台灣留下來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有非常豐富的山林的利益 那特別是在髒腦的部分 日本只要統治台灣 那日本加台灣可以壟斷全世界 80%的這個髒腦的資源 那當時髒腦是工業非常重要的原料 所以於是日本人一到台灣 在1895年第一年的當年的10月 就採取了漢藩隔離的政策 把漢人劃在一般行政區底下 但是把原住民劃在職產的項目下面 職產就是殖民的職 產業的產 換句話說原住民就是要被歸在經濟利益底下 所以日本人頒布了一個政策就是說 台灣的本來的居民 如果拿得出地氣 就是土地的合約 那就可以擁有土地 那如果是拿不出地氣的土地 或者是山林的土地 那就是全部收歸變成政府的土地 那我們知道說台灣的漢人 長期有土地合約的這個使用的習慣 因為包括早期的土地是跟平埔族租來的 所以西部地區的漢人或平埔族人 是拿得出土地合約 可以把自己的田留下來 但是在我們的東海岸或者是 中央山脈的原住民的 過去的土地本來就不是一個私有所有權的概念 而是一個部落共有 大家一起共享的這樣的一個 集體權利的這個概念 所以並沒有文字的合約可以證明說 這塊土地是我們部落的 於是就這樣從日本時代開始 原住民族全部的土地 除了少量後來被留下來當作保留地 或是花東的族人可以少量生活使用的土地以外 絕大多數都被收歸國有 那到了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以後 就把日本政府及企業的這些土地 繼續的變成從日本的國有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有 那並且交付給國營事業來經營 所以這樣的一個背景是我們看到說 到了今天原住民族的土地只剩下 從過去400年前全台灣都是原住民族的土地 到今天原住民族的土地只剩下26萬公頃的保留地 但是大部分分布的林善 而且是位在山上的環境敏感地區 那可更地不到五分之一 那尤其是缺乏保留地的東海岸的阿美族和非南族人 更是很難取回或分享土地權利 因為土地已經被國家的機關所登記了 所以電影當中的有一位以娜 他的土地被登記為國有地 在使用上出現爭議 其實就是因為這些歷史的因素造成的 所以我們在電影當中講到的故事是 封冰箱港口部落在石梯坪的傳統領域 那被登記為就是我們的交通部觀光局的 東海岸管理處的國有的土地 但是長輩還是長期在那邊耕種 但是有一天石梯坪的公管處要用土地時 那就想要把土地收回來 那類似的爭議不只出現在港口部落 其實在台灣的各地都有發生 那我們接著來看到說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以後 那稱呼原住民是三地同胞 同胞就是我們大家都是共同的祖先 那主張原住民也是炎黃子孫 那實施了一系列以三地平地化為目標的同化政策 就是希望好好的教育原住民 讓原住民過著像平地一樣的生活 那接受漢人的教育和經濟的體制 所以過平地的生活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過去的原住民的族人即便是在日本人統治底下 可以在部落維持傳統的這個生技的模式 狩獵耕種然後部落用傳統的這個經濟方式 以物易物維持傳統的文化 但是過平地的生活意味著包括族人要上學 要看醫生要買東西都需要用到貨幣都需要花錢 而且開始必須要從過去跟漢人隔離到必須要跟漢人做生意打交道 於是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族人們不會很窮 但是只是沒有錢 比如說在部落會聽長輩講到六七十年前的故事 可能一個長輩們老人家要看醫生 但是他沒有現金 所以他背著一袋他種的地瓜或者是芋頭給醫生說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看醫生 但是醫生說沒有辦法 那這樣的故事就是族人開始必須學習 要怎麼去把我的作物換成貨幣 然後並且去使用貨幣 那因此漢人的社會對原住民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覺得原住民好像很不會理財 然後很會亂花錢或者不太會賺錢 沒有金錢的觀念 但是其實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族人使用貨幣嚴格來說只有七十年的時間 那於是對貨幣的這個資本主義的這個經濟的這個模式 並不是那麼的熟悉 反而比較熟悉過去部落的這個共享 比如說我們打獵獵到獵物 那一定回到部落會分享給所有部落的族人 那所以於是也許族人到都市裡賺錢 那有了領到薪水 那會分享給一起來都市打拚的兄弟姐妹 但是漢人的眼中就有刻板印象 覺得原住民就是花天就地 但是其實這些背後都是有原因的 那於是缺乏土地 然後或者是我們看到說土地大部分都被國家拿走了 那缺乏土地或者隨著子孫越來越多 那少少的土地沒有辦法維生的這些族人 只好在1960年代起台灣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當中 大量的前往都市討生活 那有回應嗎? 好,但是來到都市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在漢人的教育體系當中 可以得到有好的教育成就的族人是相對的少數 甚至為了有教育成就我們看到電影當中女主角必須要隱藏自己的口音 說自己是部落之光 那絕道多數的族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所以過去的都市原作民的長輩有非常大的比例 就是來到都市裡做所謂最高、最深、最遠的工作 最高就是在鷹架上面、建築工地上面做板膜工、木工、鐵工或水泥工 最深就是到礦坑裡面做很危險的礦坑採礦的工作 最遠就是做遠洋漁業,那這是男性 那女性可能就是大量到工廠去打工、到家庭去幫傭 甚至會有進入特種行業做處境 這些在80年代以前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原作民的族人 他填補了都市裡漢人不願意做的工作 那這些工作今天絕大多數是誰在做 反而變成我們的台灣引進了外籍的移工在做這些工作 所以好像歷史在不斷地重演 所以我們看看人口變遷的一些圖像 那比如說在1966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說阿美族的族人 絕大多數都住在花蓮跟台東兩個地方 那少部分可能在基隆因為有遠洋的漁業 但是到了2000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都會區高雄、台中、桃園、台北 阿美族人的分布的比例已經和在花東的故鄉一樣多了 那我們看看最新的數據 一直到今年的8月底為止 涉及在都市的原住民的族人總共有將近25萬人 那它其實佔了原住民總人口的45% 那這個數據是不斷地在成長 如果我們考慮到有些族人是在都市中求學、工作 但是戶籍還在遠鄉 那所以實際上居住在都市的這個比例是更高的 那一般的估計大約是佔總人口的60%到70%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要回到自己的部落、回到自己的故鄉 其實是多麼的困難 那甚至有非常多的我的遠親的夥伴們是已經是都市中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 那從小在都市中成長 對部落的這個感覺就好像是我們漢人可能回到鄉下的阿公阿嬤家裡一樣 那這個是我們在談到當代的原住民族的議題的時候很關鍵的一個背景 那即使大量的族人大量的居住到都市 但是我們看到族人的處境還是跟漢人有一段的落差 比如說在教育的指標上面講一個非正式教育學者私下的統計 大家知道原住民族的博士從歷史上到現在總共有多少位嗎? 可以猜一下 一百位 好,有人搖頭 那大概在兩三年前一個教育的學者的私下的統計大概是五十位到六十位 歷來有拿過博士學位的原住民族人的這個數字 但是光光是在高雄的美農 有博士學位的客家人就超過五百位 那我們就會看到說高等教育的這個落差在 就是教育的落差在越到高等教育是越明顯的 所以也許在電影當中主角阿洛可以在有大學的學歷 然後在都市的電視台工作 這些是相對的少數 好,那我拿近一點 那經濟的指標上面也還是有落差 那我們看到說族人過去是填補都市的這個漢人不做的體力的工作 但是這些工作機會最近幾年被外籍的移工大量的取代 那所以我們看到族人大部分就是要嘛繼續做勞工但是薪水比減少 那或者就是大量在都市裡做 比如說客運的長途貨運的司機 或者是美容美髮業或是餐飲業這些基層的服務業 所以整體來說到了2010年原住民族的家戶平均收入大概是五十萬元 那只有漢人一百零七萬元的一半 那所以健康的指標原住民族的男性比漢人的男性 比全國平均少了十歲女性少了七歲 那我們會看到說即便過了這麼多年 好像很多的原住民有很多好的政策 但是有些根本的原住民族跟漢人的平均的落差還是存在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因為有一些落差還是存在 或有一些議題一直沒有解決 所以原住民族的社會運動也持續的也還是不斷的在發生 那原住民的社會運動是從1980年代開始出現的 其實是到了當族人大量的來到都市以後 在都市剛好有經歷台灣的當時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 跟社會運動的洗禮 所以因此原住民的族人也覺得說 原來我是北南族人 那他是阿美族人 那你是泰亞族人 但是大家的族人一樣的 於是共同發起了原住民族的社會運動 並且這是第一次族人決定要把自己叫做原住民 意思是台灣社會原來的主人 那於是很努力的抗爭 在憲法上把歧視性的這個三地同胞的這個稱呼 去修改掉 這是在1994年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台灣社會出現原住民三個字 是30年前才出現的 那原住民這三個字 對我們的政府正式的承認 其實也只有20年的歷史 那我們看到說台灣的援運爭取到 我們有修改憲法啦 那我們也有成立原民會啦 有越來越多的預算 然後也有通過2005年通過一部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這放眼世界是非常進步的一個法律 那各國都會很羨慕 但是為什麼到今天還是有非常多的原住民族抗爭 那這就是在我的運動參與或我的研究的過程當中 希望回答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一些數據 這是我從聯合報裡面 中國版跟地方版 麥克風有聲音嗎 好 那就是我把用關鍵字搜尋 那整理出了發現 哇 在1999年到現在 在聯合報 光是聯合報有報導的部分 就有400多件的原住民族的抗爭 大大小小有400多件 平均一年有超過25件 那比如說大家會很熟悉的這幾年在台東很激烈的美利灣運動 那這張照片是2013年的時候 美利灣的族人和一些志工從台東 徒步到台北 那沿途經過花東每一個部落 有土地爭議的部落 互相分享串聯 最後在凱道集合了兩三千個人一起走上街頭抗爭 然後這是蘭嶼的反核廢料抗爭 大家應該也都很熟悉蘭嶼核廢料的議題 今天我們即使在講反核 但是現有的核廢料的這個爭議 過去30年來也還是一樣都沒有解決 然後這是在台東另一個很激烈的抗爭 是卡達迪布部落 北南族的部落 那他們的祖墳本來蓋得好好的 但是忽然要被台東施工所動工拆除 要改做公園跟停車場 那好像就跟電影當中很多的故事是一樣的 於是族人很激烈的抗爭到現在也一樣 都還是沒有解決 那這個是到今天的早上 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那太魯閣族的青年跟長輩一起去包圍泰管處 那訴求說要落實原作民族基本法 要還族人合法狩獵的權利 所以我們看到有非常多的原作民族的抗爭 發生在台灣的各個角落 而且可能共同的訴求 就像我身上穿的這件衣服一樣 落實原機法 對,那好像我們有了一個很好的法律 可是台灣這個社會 不同的政府部門或不同的地方政府 並不理解說原機法保障的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 自治權利、文化權利或教育權利 背後的這個精神是什麼 所以因此在實際的執行上面做得不夠好 所以我們還是會看到有族人不斷的抗爭 那因此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原運抗爭 在過去30年來的變化 我們會看到說 經歷1980年代 族人在都市 然後經歷了社會運動的洗禮 所以由都市的精英、知識分子 跟教會組織發起原住民族運動 那90年代這些運動開始會反思說 我們不能只是在都市 要回到部落了解長輩們 族人真實的處境 了解自己的文化 所以到了2000年以後 現在有超過40%的抗爭是發生在部落的層次 那也因為在地議題和在地組織的增加 原運的抗爭從早期 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台北 轉變為遍及台灣各地的原鄉部落 而且其中又以花蓮和台東是最多抗爭出現的地方 那這些抗爭裡面有60%的抗爭是跟土地的議題有關 包括有可能開發的爭議 然後有傳統領域權利被侵害的爭議 以及有災後安置和重建的議題 所以過去的原運的長輩30年前會 曾經有很大規模的環渦土地的大遊行 走上凱道走了四次 每次都是幾千個人 那訴求的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原住民族的土地長期被國家拿走 所以希望把土地拿回來 那這是二、三十年、二十多年前的抗爭 但是到今天 族人不僅過去的土地沒有拿回來 而是在自己的部落裡住得好好的 那我的稻田要被徵收 我的海岸要被蓋飯店 要被BOT要被開發 甚至是因為一個颱風 那政府要把我強迫的前村 讓我部落的文化都消失 所以因此有更多的土地抗爭不斷地在出現 那有一些表格 這個...好 就是先跳過好了比較細 但是我們看到說 在台灣的社會 從過去的十五年 有四百多件原住民的抗爭 那其中不乏有一些 走到台北大規模的抗議 但是主流媒體跟社會大眾 對原住民議題的關注 到底有多少呢? 那我想分享去年的三月 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那我跟原住民的青年朋友 在台北的街頭在做的事情 當時的原運的這個抗爭 福貿嘛 就是太陽花是反對福貿 那福貿其實對原住民族 是有最大的影響 因為在服務業裡面 剛剛提到過說 我們的族人 大部分是從事最基層的服務業 所以比如說 福貿對觀光業的衝擊 花東的觀光業 目前已經都已經是 中國遊客一條龍市的經營 族人只能跳舞賺小費 或到飯店當清潔工 如果開了福貿 是不是會有更大的衝擊 那都市里的族人 大部分是做基層的服務業 如果有福貿 是不是會有更大的衝擊 但是很遺憾的是 在福貿談判 或者是抗爭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原住民的觀點 譬如說 福貿的談判過程當中 原民會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 但是我舉個 對照的例子 台灣跟紐西蘭 也有簽訂 台紐經濟貿易協定 那在談台紐經濟貿易協定的過程當中 紐西蘭因為有大量的毛利主人 和毛利主的文化 所以紐西蘭政府主動要求 要在台紐的協定裡面 有一個原住民的專章 那特別保障 這個經濟的這個協議裡面 如何照顧到原住民族的產業 原住民族的文化 那不會說侵害原住民族的權利 那所以台灣政府也接受了 但是在我們跟中國談福貿過程當中 原民會沒有參與過任何一次的談判 所以因此看到台北街頭 聚集了那麼多漢人在反對福貿 那原住民的青年或長輩 也聚集在一起 那我們進不去立法院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外面的 散島市有一個小公園 開啟了叫做 反福貿原親論壇 那我們開記者會 希望原住民的立委出來面對 希望民會出來面對 好好的告訴族人 福貿到底對族人有什麼影響 那原住民的官員不出來面對 所以我們青年只好自己去討論說 那到底福貿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那我們試圖整理出來 然後把觀點帶回去給部落 所以這是我們當時開記者會的照片 然後這是我們在街頭上 也透過街頭的這個講堂 或open space的場合 希望把原住民的觀點帶去 和街頭的更多非原住民的群眾 互相交流 這是在立法院的青島東路外面 然後接著在一個月的太陽花的 靖座佔領結束以後 那我們分別回到各自的部落 這是在新店的西州部落 那希望跟長輩說明說 為什麼青年要到立法院抗爭 那到底福貿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但是原住民的青年做了這麼多 那很遺憾的是在整個太陽花的運動過程到運動後 運動過程裡面主流的電子媒體 沒有任何一家的新聞有原住民的觀點 原民台不算的話 沒有任何一家有 所以原住民的畫面出現在主流媒體 只有這一個 就是3月30號凱道的抗爭 就是50萬人遊行當天最後在凱道 然後林非凡、黃國昌在主舞台上面演講 那我們特別爭取到就是 後面有三個人舉牌子表達原民的訴求 那所以連30秒都沒有 就是一個畫面而已 那所以因此原住民的議題好像在台灣社會 還是即使族人很努力的發聲 很努力的思考 但是好像在主流社會 特別是媒體的部分 大家的理解還是相對的有限的 那所以在最後我想講一下自己的故事 就是我是個漢人 然後但是在大學的時候開始 本來也是對部落抱持了浪漫的想像 到部落做服務隊 以為自己可以幫忙部落很多事情 但是後來發現事情實際上的情況不是這個樣子 反而是自己在部落學到太多 被照顧太多 於是留在部落跟長輩學習 跟青年一起努力 那參與原住民的社會運動 所以即便我們大家可能在座的各位 今天絕大多數不是原住民的朋友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一起來做很多事 因為在台灣社會當中 我們所有的人 不管是2%的原住民 還是98%的漢人 我們大家都是族群關係的當事人 都對台灣的這個歷史上的族群的互動 由我們的責任必須要去了解更多 所以我們可以成為一個熟漢 過去漢人讓平埔族成為熟飯 那今天是漢人要從深漢 不了解原住民一體的漢人 我們都會說我們自己是熟漢 那我們必須要拋棄過度污名化的刻板印象 原住民就是愛喝酒 然後不會理財的刻板印象 但是也要拋棄過度浪漫化的刻板印象 原住民就是又高又壯 很會唱歌很會跳舞 酒量好 樂天之命 然後很會照顧朋友 那所以看到原住民都會說 你可以唱首歌嗎 但是很多族人是聽到就會很生氣 所以我們兩種的想像都要拋棄 我們要先從向部落學習 和族人真正的認識做朋友開始 那除此之外可以怎麼做呢 會推薦大家打開手機 上Facebook 關注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的粉絲頁 那會有原住民族的青年 不定時的分享各種青年對台灣社會 對原住民議題的觀點 或者是如果覺得主流媒體的資訊不夠多 請上Google Mata Taiwan 那Mata是原住民比如說阿美語 和許多族的族語眼睛的意思 那Mata Taiwan的網站 它就是希望專門呈現原住民族的聲音 那有各種的原住民的議題的 比較白話的文章 或是新聞的報導 那所以大家可以固定的收看 或是在這一次的太陽的孩子播映以後 有一個地球公民基金會有成立 太陽的孩子在哪裡的行動專頁 那大家也可以參考 所以如果說 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原住民族的議題的訊息以後 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多分享原住民族的議題 開啟更多的對話 那不要讓原住民族的觀點 只能成為電影當中 被主流媒體忽略掉的30秒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